今年农历春节城隍庙一条街市集活动将于113年2月10日至2月14日办理 欢迎乡亲共襄盛举 为增添本县春节热闹气氛提供民众走春活动 县府将配合民间申请113年春节城隍庙一条街市集活动 从2月9日18时至2月14日24时 澎湖农历春节人潮最多的城隍庙春节一条街 今年县府一样同意举办 陈光复表示城隍庙春节一条街是澎湖过年期间最具年节气氛的地方 除了地方小吃美食还有好玩有趣游戏 是澎湖民众过年必逛景点之一 街上挤满逛街采买人潮 过去受疫情影响停办 今年县府再度同意举办 让民众过年期间多一处走春景点 今年城隍庙春节一条街于除夕晚上至大年初五 同时环保局呼吁过年摆摊之摊伤及民众 活动之余请务必垃圾不落地 避免影响环境清洁及违反清洁规定 记者 陈荣誉报导